Hello YouTube 我是Jason 上次我們不是和大家去東京尋找好吃的燒味嗎? 今天我是要帶大家來找好吃的飲茶 好吃的點心 在日本都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 就算去到中華街、唐人街 都不是太多好吃的點心店 今天和大家來到這裡是 都算是挺偏僻的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吃東西的這間店 這間店是叫做飲茶淘汰 不是大家在想那個鬼頭淘汰 是飲茶淘汰 這間是一間挺新的店 沒錯 就是這間飲茶terrace淘汰 現在是下午12點半 裡面要排隊排四、五張桌子 不是十分久 這間飲茶淘汰 在現在這一刻來講 我們拍片這一刻來講 全日本只有這一間店 他們背後是一間很大的 中餐的連鎖店 但是暫時來說這一間 淘汰 是他們第一間飲茶專門店 終於坐得下了 我們等了大概25分鐘左右 它這裡基本上是有小籠包 小籠包小籠包小籠包 三種的燒賣 但是它這裡最重要是什麼 它這裡是有黃色皮的燒賣 你知道嗎? 日本要找黃皮燒賣是多難找的 多數都是白皮的豬肉燒賣 是很難找到蝦肉的黃皮燒賣 它這間店是有這個放題的套 但是有一件事 我覺得是故意的 就是 它們最便宜的這個2049日圓 連稅2254日圓的這個A cost 它裡面是沒有蝦餃 還有沒有這個黃色皮的燒賣 然後之後呢 它A cost就是有24種的東西 然後90分鐘可以吃 那B cost呢 就是2639日圓連稅 就是38款東西 那它就有這個黃皮的蝦肉燒賣 但是呢 都是沒有這個蝦餃的 是不知為什麼 因為蝦餃 是在這個C cost 2969日圓全部49款 它裡面有北京田鴨 然後之後有個豚肉角煮 有腸粉 然後之後呢 蝦餃終於都在這裡出現了 那就是呢 沒有辦法了 我們被迫的情況下 我們是要吃這個最貴的 2969日圓C cost 海魯米粉roll 腸粉 chong fun 用回廣東話來拼的 腸粉 那我們就要這個C cost 那Mai-san C cost呢 C cost 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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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怎麼都行 但這個Mai-san C cost 二人 家裏ERA 小dern天 是英文 好吃的 這次這間原本是快餐店 是快餐連鎖店 裡面的點心有多好吃 這個就真的要吃過才知道 小龍包 等一下 碟腸粉怎麼這樣 他平時呢 好像就說是會有這個 躺下了 舊燒賣 我們第一樣的食物 首先那個燒賣是躺下的 蝦餃看上去就是一般般 之後呢 那個腸粉呢 不知道為什麼是 哈哈哈哈 我都想指 那個腸粉 什麼 哈哈哈哈 我都想指 那個腸粉 什麼事 有時候的東西 就不可以單憑外表來決定 我們看一下燒賣 究竟好不好吃 OK 燒賣 肉很散 皮很厚 味道不一樣 對 它很散 你看到它很散 皮包著它 皮很燙 很燙 可以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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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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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吃 好 之後呢 下一個 蝦餃 蝦餃呢 看上去就好像正宗一點 感覺是 蝦餃呢 蝦餃呢 蝦餃味道OK 純粹是蝦餃皮 厚了些少 嗯 啊 這個皮比較厚 這個皮比較厚 但我們味道OK 正直 但是最大的問題 是它這個 這個 這個 沒有再薄的腸粉 是這個 大家看看這個 這個 哈哈哈哈 這個是我 人生見過最不像 這個 這個是我人生見過最不像 腸粉的腸粉 這個 是 即是怎樣 首先它是薄熱熱的 很重要 然後蝦很小 但是味道如何呢 這個我們還是嘗嘗 啊 蝦餃完全不一樣 嗯 這個 這個腸粉 哈哈哈哈 這個不是腸粉 這個是粉腸 這個粉腸 因為我們是任吃的 我們為了不要浪費 我們要多點 多點不同的食物 嘗多點不同的食物 嘗多點不同的食物 這樣才可以彌補收費 我們兩家加了6000耶 這個我想大家 在片段都看得出呢 這個燒賣的皮 是厚得很厲害的 就是它又不是不好吃的 只不過是皮很厚 影響了口感 這個蝦餃也是 味道是ok的 但是是皮厚 皮厚是一個影響口感的 位置 這個樣子 這個的名字好型 噴火彎鏟 帆立貝 廣東精 好 就要一個了 接著有一個黑色的蝦餃 這個是有黑松露在裡面的 有黑松露 沒理由會難吃 這個東西吃 嘩這個 黑色的 什麼樣子啊 咦 看一張照片很大顆的 為什麼 為什麼拿出來 都這麼小顆 喂 它這個看什麼樣子 的照片很大顆 為什麼這麼小顆 變了噴火鏟煩蠟燙 剛才我們看照片呢 它是很大顆的 它是 看照片呢 它是這樣的 但是呢 現實裡面是怎樣呢 現實裡面就是 這樣 然後大家看看這個 我人生裡面見過最小塊的 我人生裡面見過最小塊的 這個蘿蔔糕 那個蘿蔔糕 小顆 喂 大家看看這塊蘿蔔糕 好大塊的 哇 我生日啊 哈哈 但是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我是很喜歡吃蘿蔔糕的 所以對於蘿蔔糕的味道 我是很厭尖的 OK 這裡的 極迷你 好像炸過這樣的蘿蔔糕 它的味道不像是煎的 好像炸出來 好像是 失敗 不合格 但是今天最大的 我們的挑戰來了 就是這個 黑蒙蒙的蝦餃 這個蝦餃究竟會是什麼味道 這個蝦餃 這個蝦餃 是什麼 黑色 這個蝦餃 我都說了 有黑松露味道 在裡面 是怎樣都不會難吃的 它跟剛才一樣 都是皮太厚 都是皮厚的 很重要 但是 因為它裡面 是有黑松露 在裡面 就是黑松露的味道 就不是應該真的有黑松露 有黑松露油在裡面 雖然 是好吃的 這個 這個是冷凍包的朋友 應該是 另外我還點了一些冬波肉 冬波肉跟飲茶沒有什麼關係 然後有叉燒包 這個我們會吃一吃 看看究竟會是什麼味道 然後有一條的春卷 然後當然是有小籠包 好了 春卷應該都普普通通 我猜到 我剛才以為菜上面 淋了蠔油在上面 但不知是什麼醬油 好奇怪 好像豉油混蠔油 混得很稀 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醬油 我吃不出是甚麼味 吃不出是甚麼味 豬油混醬油混到很稀 小籠包 這個跟廣東喝茶沒關係 小籠包是上海的食物 嗯 北京田鴨 怎麼這麼辣乾 這個是臘肉 臘肉田鴨 北京的臘肉 硬到不得了 是甚麼辦法 但 我很喜歡吃北京田鴨 希望 小籠包 熱熱裡 egy 很硬 非常滴色的香港叉燒包 這個菜單上面是寫著香港叉燒包的 首先第一件事 有張紙在下面的 這個首先加分 有張紙在這裡的 這個是香港叉燒包 它裡面的餡料呢 樣子是有點像的 但是裡面沒有叉燒 叉燒呢 那幾粒算不算 是 今早就睡醒了 我滿身歡喜 想去吃點心喝茶 原來很期待的 怎料來到之後給我這些東西吃 我想我分分鐘 可能是它這間店新開之後 第一個在這裡喝茶的香港人 我真的要反映一下 這些不是喝茶的味道 這些不是點心的味道 在座在吃東西的日本人 大家千萬不要被這包東西騙到 我發現這間店 它有一些很重要的東西是沒有在裡面的 它裡面沒有排骨 沒有鳳爪 沒有牛扒葉 沒有牛肉球 就是這些香港喝茶最基本的東西 香港喝茶四天王 這四樣東西它都沒有 是很可惜的 整體上來講 今天這一餐 我是 給不到分 太低分 給不到分 好失望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出來找 好吃的點心的一條影片 找好吃的點心 好吃的燒味 我已經找到了 但是好吃的點心 看來還需要再花多些時間 才可以找到 日本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點心是真的不好吃 但是是排了長龍 不是 剛才我們賣單出來之後 外面的店舖 依然還有十幾人在那裡排隊 是完全理解不到的 好奇怪 對了 那我們現在就回家了 回家 剪片 努力工作 看看下次我們 找不找到另外一間 好吃的點心店 OK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有什麼意見的話 我們下部影片最後大家見面 就這樣 拜拜 我記得按LIKE 大家 eco 可能呢 我記得按LIKE 影片 歡迎